大家好 我是鄭家庫 前立法會議員 現在正在幫助很多年輕抗爭者的代表律師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樣 都相當擔心 這幾天發生的事件 其實是來得相當急速 在我過去 特別是在上德川 廣明院 那次有位科大學生 最近的報告似乎顯示 他跌下來前已經有可能受到硬物的襲擊 令到他一早未跌下來 可能已經是昏迷 這種報告令我們擔心 其實我們年輕人 現在面對的警暴 黑警 以及無量 冷血的政府 已經不是我們這些來自法律界 經常講法律 究竟怎樣去保障他們的人權 保障他們的安全 是能夠做到什麼 不過 都是我們不會放棄 特別是最近在西灣河 一早七點多 我們兩個持有的私底 一個在近距離 被一個交通警 一槍冷血的子彈 不過奇蹟出現 他這幾天 康復得非常快 另外一個他的同學 我代表他的律師 擔保他出來 現在警方將會告他四條罪 這四條罪其實是很恐怖的 因為有兩條是說他搶槍 說他搶犯 如果這兩條罪入一罪 是有相當重的懲罰 隨時是十年以上的監禁不出奇 所以這個年輕人十九歲 很擔心 我在警署等了幾個小時 見他的時候 他第一句 不是要關心自己 他關心他的同學 因為他很害怕他的同學會死 當我跟他說手術成功 因為當時只是知道手術成功 還未甦醒的時候 他不停地哭 這些場面 我相信作為代表律師 在我們香港的平民百姓 在這幾個月裡面 聽了太多了 但我不太明白 為什麼我們的特首 仍然聽不到 仍然竟然用一種冷血的口吻 說我們不會中示威者的圈套 不會停貨 但是今早 你叫政府的公務員 繼續開工 不要中圈套 但是你叫學生去上學 他們就中了你的圈套 因為他們一上學 我們就看到今天游堂站 那幫防暴警 叫那些完全穿著校服 有些女學生 我想七八十磅 她用那些警棍 雖然未吐下去 但是嚇她們就叫她站在一邊 不要阻差辦公 站在一邊 不准上學 這幫學生 或者她的家長 就中了你林鄭月娥的圈套 你叫我上班 你叫我上學 不要中圈套 不過 畢竟現在教育局都正式宣佈 明天罷課 明天停課 不是罷課 不過我相信一天都不夠 因為香港現在的處境 和內戰的邊緣沒有什麼分別 因為我已經見到街頭裏面 支持政府的人 用在地下的磚頭 扔那些年輕的黑衣示威者 這是一個極之令人擔心 解放軍的直升機 已經在中大 城大的上空盆雪 九龍塘解放軍營 已經被人拍到 有解放軍是臨 嚴鎮以待 最近的城大和浸大 學生已經躲進宿舍 港大的學生 今早七八點已經告訴我們 黃克敬已經有了防暴警進駐 這是令人很擔心 所以我作為法律家 今天我不停在律師樓 好像是坐在這裏 收到很多有區議員 有中大學生 有中學生 說被人抓了 我和外面的律師群組 不同的地方 有新界的 九龍的 香港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今天的交通 完全癱瘓 我們負責香港的 只能去到香港的警署 我們去不到入沙田幫那班區議員 和中大學生 但幸好 有一班律師 他們今天出不來 他們在新界 他們就可以幫到手 今天入夜 我相信 會很有可能 運動以來 再一次 令我們擔心的一夜 似乎 惡劣的環境 沒有人能估到 我們以為昨天 放了二千多枚催淚彈在中大 相信是由6月9日上街開始 5月 4、5月的運動開始 似乎是最嚴重的一夜 但很擔心 接下來無數的夜晚 究竟香港怎樣走下去 我們是很擔心的 8、9、6、4 三十週年 2019年 三十年過去 我們這一代的父母 我有很多 六十後 銀發一軸 我們開始轉種 有很多兒女 今天就在中大 浸大 城大 港大 中環的街頭 我相信很多父母 現在越來越明白 當年8、9、6、4 天安門母親那種心情 我們不會反對自己的兒女上街 因為我覺得 香港的未來是屬於他們 很多兒女 跟他的家長說 過去我們做過一些和理非 政府都不理我們 一次又一次 只是將合理要求一個 民選的議會和政府 但是 竟然換來是一次又一次 DQ 釋法 侮辱式的對待 令到年青人沒有希望 達至到現在這個境地 2047 是屬於現在二、三十歲的年青人 他們用他白白的身軀 熱血的理念 來去爭取 但是換取回來的 是被人家叫吉澤 被人家叫暴徒 甚至在街頭 不單止漫馬 被人家用磚頭訂 被人家趕 說香港不歡迎 我想問一下那些藍絲的朋友 是 暴力是需要譴責 但是 為什麼你不去譴責 黑警濫捕呢 為什麼你不去譴責 用同樣你去譴責 示威者那種的能耐 為什麼你不用同樣的口吻 能耐去譴責 這個冷血的林鄭月娥的政府呢 你只是譴責這些暴徒 你就令到林鄭月娥有更多的彈藥 是說是不是 我後面有多少人支持我 我後面除了三萬個黑警 我還有很多藍絲 繼續說你們這些青年示威者 是暴徒 那些藍絲的朋友 你在做幫兇 所以 我不知道藍絲的朋友 會不會看我們說話 可能不會的 不過我希望 我們會默默繼續 為我們的年青人 祈禱 好默默為他們 送上我們的支持 當然 我會繼續呼籲他們 好像我當晚在上德做調停的時候 有幾個年青人 拿著磚頭 準備衝過去 有百多個防暴警察當中的時候 我跟他們說 留得青山在 不對等的武力和武裝 你怎能跟他們對呢 所以我很希望 要保護自己 留得青山在 健康的身軀 才是長遠抗爭 對抗爭的必須 我鄭家庫要呼籲 當然 林鄭月娥 冷血的政府 麻煩你收手 熱血的年青人 也希望你 首要照顧自己的身體 長遠的抗爭 去對抗 冷血的共產政權 是很重要 因為他們 不會覺得 年青人 他們的生命 對於他們 冷血的暴政來說 他們殺得一個 他們都不會眨眼 所以大家 一切小心 最近 警方 冷血的暴力 衝入校園 中大 港大 甚至在中大 放了二千多枚催淚彈 跟著發言人說 學校或大學 不是私人地方 這些荒謬的言論 所以你會見到其實 破壞法治的 其實就是香港的警隊 就是特區的政府 這種破壞法治 而令我們想起 八九六四 其實解放軍 同樣在做這些事 同樣都是對大學生 手無寸跌的學生工人 一棍一棍 打下去 一拳一拳打下去 一槍一槍地射下去 所以林鄭月娥 跟當年的江青沒有什麼分別 香港現在都有四人幫 林鄭 盧偉聰 鄭玉華 還有李家超 在整個運動裡面 推向香港法治的死胡同 所以三十年過去 歷史的潮流不停地 這個巨論是重複又重複 當年的文化大革命 當年的共產政權 的派系鬥爭 今天同樣 江系、習系 在香港 張林鄭是做了一個棋子 而她又甘願做這個棋子 以為韓正 見完她 以為習總 騙完手 嘩 更強硬的手段 竟然出來 她很明顯是孤主一閘 警隊現在也更加孤主一閘 因為她知道 不是你死就是她忙 如果警隊這次鎮壓不了 換取的就是真正的獨立調查 一哥和整個警隊 必然有一個慘淡的下場 必然會面對群眾的唾棄 甚至國際法庭 都隨時會判了她們相當大的罪行 所以這一場 是一個翻版式的文革 林鄭月娥 她必然是被江青當時所面對的下場 隨時有過之而無不及 她的政治下場 必然死得很慘 她人生的安全 我相信都不會好得去哪裡 所以我希望寄予 林鄭月娥作為天主教徒 我後面的十字架 耶穌 我相信都好好的 希望能夠讓你明白林鄭月娥 如果你想說天堂仍然留個位給你的話 你第一時間應該要祈禱 不單止為你自己 是為全香港 特別為在這個運動裡 死得不明不白的年青人祈禱 因為天父和耶穌 必然是會接受和原諒歸依的人 我希望你歸依 林鄭月娥歸依 就是香港有和平的楚國 今天李家超在立法會的答問裡 回答立法會議員的質詢 有個數字令人很擔心 自殺數字和發現屍體的數字 是比過去一年同期增加三至五成 二千多個發現屍體案件 比去年同期多三百多單 為甚麼呢 我們沒有辦法去追究和查證 究竟是否黑警濫捕濫殺 然後丟屍體下海丟屍體下街 我們沒有辦法證明 等於八九六四 很多事我們都無法證實 因為我們在明 黑警在暗 但是大膽的假設 就是整個運動裡 這些年青人多了三百多宗 的發現屍體案 而絕大部份是年青人 為甚麼呢 過去的發現屍體案 自殺案件甚麼年齡都有 為甚麼今年是年青人的屍體 和自殺率特別多 林鄭月娥你作為兩個兒子的媽媽 作為天主教徒 你不覺得你的政府冷血的暴行 就是反映在這些數字上嗎 請林鄭月娥放下屠刀 早點回去聖堂 辦告解 歸醫 天父 會原諒你